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日前批复同意 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至 半年时间内 海南省东营、博敖、石梅湾、海棠湾、南山、龙木湾、岐子湾、河林高角等八个非开放海域将临时对境外游艇开放 据了解 2019年3月 海南省对境外游艇开展临时开放水域审批试点工作 或中国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 将该国家层面的行政许可作为试点 交由海南省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该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审批层级 简化了审批流程 属国内首次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安排 海南海事局具体承办该项审批业务 海南海事局指出 境外游艇进入临时开放水域开展观光活动时 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要求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保持开启 并不得在非开放港口停靠并上下人员物品 游艇进出海南水域 只办理一次海事进出口岸手续 在海南航行期间 不再办理进出口岸手续 境外游艇临时进出海南省飞开放水域 这个意义第一点是简化了一个申请的手续 第二个是缩短了一个审批的时间 这次的话我们从申请到批复 整个行文的时间也不到十天 比我们规定的时间是基本缩短了一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